司马懿作为曹魏中后期时代的谋略家与军事家,其能力与贡献是非常值得肯定的。 然而就在司马懿远征辽东之时,既是北方,又碰上天气转寒,为明帝体贴前线将士,派人送来大批棉符,然而司马懿宁可让士族冻死也不发放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体恤士族这种简单的道理,难道极善用兵的司马懿不知道吗?他不担心士兵滑遍吗? 魏明帝曹瑞登基后,两次派兵讨伐辽东,但因为种种原因均无功而返。 仅出二年春天,魏明帝召见了在朝中德高望重的司马懿,命其率领四万兵马讨伐辽东。 6月,司马懿大军抵达辽东,在一开始的两军交锋中,司马懿凭借神鬼莫测的用兵,接连三次重创辽东公孙渊部精锐,将其逼入香平城退守。 8月份,魏军在雨季结束后发起了对香平的进攻。 公孙渊大军被困一月有余,军心涣散,粮草不足,城池很快被攻陷。 8月23这天,公孙渊在突围时被杀掉,辽东叛乱就此被平息。 然而还未等魏军从胜利的喜悦当中回过神来。 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便降临了。 由于大军出发之时中原天气已经回暖,魏军并未携带过冬衣物,刚刚抵达辽东时已经步入福天,将士们更不会感到寒冷。 但随着战事的持续推进,北方的寒冷冬季悄然来临,这给魏军带来了大麻烦。 不少战事被活活冻死在冰冷的辽东地区,魏军内部人心惶惶。 魏冥帝得知情况后,立刻派人向辽东输送冬季衣物。 然而正当所有将士以为得救之时,司马懿的一旨命令,再次将所有将士打入了冰天雪地的酷寒天气。 司马懿命令后勤部队不许向将士们发放冬衣,这一命令一经传出,立刻引来全军骚动。 明明是魏冥帝亲自派发的过冬衣物,司马懿为何宁愿手下将士冻死,也不愿为其发放衣物? 对此,司马懿给出的理由是,这些衣物是官家所有,在没有得到明确旨意前,所有人都没有权利使用。 的确,当时魏冥帝仅仅是口头上向辽东将士拨送了这批衣物,并为你定明确旨意。 但显然这些衣物就是为了帮助辽东将士预寒而用,司马懿倘若直接将衣物发放下去,不会引来任何责罚。 但他偏偏要死板地守着规矩,非要等到皇帝的意志下达才肯松口。 这在外界看来显得有些吹毛求疵,但落到魏冥帝眼中,这却是中军的表现。 司马懿的计谋再次得逞,只不过当时并没有人看出他的身谋远虑。 直到十一年后,司马懿问鼎洛阳的那一刻,世人才知道他的计谋是如此高明。 高平临之变。 司马懿的所作所为全都被魏冥帝看在眼中,于是在魏冥帝驾崩之际,司马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那个可以脱骨之人。 仅出三年,年纪轻轻的魏冥帝便病入膏肓。 仅出三年,司马懿从辽东班师回朝的路上,正行至和内郡帝戒便收到朝廷的吉令,魏冥帝快要不行了。 司马懿快马加鞭赶到洛阳后,当即被引入皇宫。 奄奄一息的魏冥帝拉着他的手,嘱托他和大将军曹爽共同辅佐太子曹芳。 司马懿表面上痛哭流涕,内心却激动万分。 他知道自己的机会马上就要来临了。 此时的太子曹芳年仅八岁,相较于曹操、曹丕、曹瑞等人,控制一个孩童显然要轻松许多。 挡在司马懿前面的敌人,只剩下了大将军曹爽一人。 但此人凶无谋略,贪图享乐,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。 曹魏政权落入司马家族的手中,已经是时间问题。 在一开始的两方争斗中,曹爽尚且知道要防备司马懿,处处小心谨慎。 然而司马懿一招简单的装病,便轻松瞒过了头脑简单的曹爽。 眼看司马懿重病在床,曹爽马上放松了警惕,回过头继续沉免到酒色中去了。 可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,此时已经垂垂老矣的司马懿,仍在算计着曹魏的江山。 正是十年,曹爽不顾属下反对,执意陪同右帝曹芳前往安平陵扫墓祭殿。 此时洛阳城空虚,司马懿抓准机会,迅速调派大军入城,轻而易举控制了整座皇城。 远在安平陵的曹爽得知后,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想办法举兵抵抗,反倒是想着怎样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。 在司马懿的劝说和威胁下,早已被吓破胆的曹爽选择了交出兵权,甘愿当一个无名无权的富贵子弟。 只可惜,向来心狠手辣的司马懿根本没有放过曹爽的意思。 在掌控了曹魏大权之后,曹爽三族很快被全部诛杀。 曹操父子的忌惮 当年曹操做过一个梦,梦见三马同草而食,彼时西两马家世浩大,又和刘备一样接受过汉县帝的一代照。 曹操自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马腾,马超等人,曹操平定西北后,心中稍有放松。 只是,他完全没有料想到,三马并非马腾父子,而是司马懿父子。 当时的司马懿素有才能,却得不到重用。 因为曹操看人极其犀利,早就认为司马懿不是善类,曾对后来的太尉化新说过,司马懿应是狼固,不能给他兵权。 故而在曹操在世的时候,他能完全让司马懿发挥出自己的能力,同时又能压制住司马懿,让他本本愤愤地做个臣子。 然而曹操对继承人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,给了司马懿很大的机会。 曹操的长子曹昂早逝,他最喜爱的孩子曹冲也早邀,剩余孩子里唯有三个最为出色,一个是曹丕,一个是曹张,还有一个就是曹直。 曹张勇而无谋,带兵打仗是一个好手,可论起治国来则完全不行。 所以,所有人的目光,都放在了曹丕和曹直身上。 这两人同样也有争处的意思,曹直文采斐然,天资聪颖,深受曹操喜爱。 曹丕的处境便有些高不成低不就,统兵他不如弟弟曹张,文采他不如弟弟曹直,三人又都是一个母亲同为嫡子,前途一片茫然。 好在曹丕心思细腻,既没有曹张的大大咧咧,也没有曹直的天真烂漫,他天生具备了隐忍,全书的特性。 司马懿正是看中了曹丕这点优势,暗地里与曹丕十分相近,为自己的将来打好了基础。 曹操自然知道这一点,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不知是有意考验曹丕。 还是觉得曹丕有能力驾驭司马懿,但他还是提醒了一下曹丕道,司马懿没有仁臣之心,将来肯定要干预你的家事。 曹丕虽然能力不及曹操,可对于司马懿同样有着顾虑,表面上曹丕很感谢司马懿帮他夺处,甚至是逼迫汉县帝禅让。 而实际上曹丕给司马懿册封的官职并没有什么兵权,曹丕只是想要借释迦大族之力,并非真的看中司马懿。 等到曹丕讨伐东吴时,为了保证后方安全,任命司马懿镇守许昌,并提高了官职与实权,司马懿想都没想直接拒绝。 最后曹丕只得说,镇册封你并不是给你荣耀,而是让你为镇分忧,司马懿这才领命。 司马懿怎么可能不知道曹丕心里想的是什么? 如今大军南下,国中空虚,万般无奈之中才找到自己坚守要职。 这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,同样是一种试探。 如果自己欣然接受,曹丕定然心中怀疑,毕竟那可是皇族汇聚的京城。 曹家人疑心都重,一旦被曹丕看到自己的野心,司马家老小根本没有好日子过。 就这样,司马懿在曹丕父子二人时期始终隐忍不发。 等待着崛起的机会,很快,曹丕病重不久于世,司马懿的人生转折来了,从隐忍到窃国。 建安二十五年,曹操病逝,曹丕登基称帝,司马懿如是重负,他终于迎来了大展身手的曹丕时代。 至此,司马懿已经走进了曹魏政治权力核心,曹丕对司马懿非常推重,情义相投。 可惜天不假年,皇初七年,二百二十六年,五月,曹丕因肺结和去世,年仅四十岁。 晋书,宣帝纪,中记载,临终时,曹丕令司马懿,府军大将军,与中军大将军曹真,镇军大将军陈群, 还有身在扬州位在现场的征东大将军曹修。四人共为辅政大臣,并对太子曹瑞说,有见此三公者,甚物一知。 曹丕去世后,二十二岁的太子曹瑞即位,视为魏明帝,魏明帝此人明明果决,掌控能力极强,在军事,政治和文化方面都颇有建树,在曹魏王朝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帝王。 魏明帝对四位府政大臣都存有戒心,于是即位后,他立刻就强化了自己的决策中枢机构,用自己身边缘来掌管基要,文秘的人员组成了新的决策班底,用来保证自己能总览全局,实际上就是将府政大臣与核心决策隔离开来。 四位府政大臣中,曹真是曹魏宗族,地位尊,但材略平平,陈群主要常于政武,曹修也是曹魏宗族,骁勇善战,但不善政武,唯有司马懿独具政略与超群的军事才能,魏明帝称帝三个月时,孙权打算趁虚而入,进军中原,结果遭到司马懿的迎头。 痛击,这一战更加强化了他在曹魏政权中的高层地位,这个时段司马懿战功卓著,成为非曹氏族人在曹魏政权中权位最高者。 随着司马懿功勋人望日龙,宗族成员和朝臣对司马懿的猜忌和影射之言形形色色,此起彼伏。 魏明帝曹不可能无动于衷,他陷入一种既离不堪又信不过的纠结之中,君臣嫌隙难以弥缝。 司马懿自从与曹魏阵营沾上关系,就已经开始了他的忍绝生涯。 司马懿的一生跌宕起伏,神秘而又传奇,他极大位之守成者,大径之奠基者双重身份于一身的精彩人生,正所谓是依依东望式人心。 历史选择了司马懿,在主导历史走向之前,司马懿在个人成长中,四次有意识地跟随时代的节拍,找准自己的定位,然后才有了后来的事工。 也就是说,司马懿之所以是司马懿,不是先定的历史宿命,而是一种与时代相结合的自我选择。 最好的战术喜不吝点赞史苏'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